懂人生 万事要留几分空间 不过分才叫中道 我们做熬粥要放三分米 七分水 处事要三分为自己 七分为别人 对朋友要三分认真 七分是宽容 对家庭三分要爱 七分是责任 对烦恼是三分要解决 七分要看开 喝茶要喝到三分香 七分品尝 三分和七分 这是人生的智慧 学佛人要懂得的是 人生是书读的 那可是整个的世界啊 我们欺的视察 品尝的 却是生活的磨难 学的是佛 化解的却是你的烦恼 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 过一站就算一站 请我们学佛人 珍惜每一站 你才会拥有这美好的人生啊 人间的一切名利 金刚经上讲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英座如是观 有一位英国的女子 她学习很努力 她并不算很有天赋 成绩也不是太突出 但是她刻苦地考上了牛津大学 25岁的时候 她成为了保守党的女性候选人 她碰上了一位富商 两人结婚之后 生了一对龙丰胎 生完孩子两星期 她就继续投生于她的政治事业 她获得了政治上的最高地位 但这位女士的背后承受着无限的孤独和悲哀 最后 她以中风失忆 顽景凄凉 而结束了她的一生 她就是英国首相第一任的女首相 撒切尔夫人啊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 每个人拥有的荣誉 地位和钱财 都是一时间的 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永远的幸福 才会造成我们的烦恼 很多人问师父说 台长啊 那么烦恼的根源在哪里 台长告诉你们 烦恼的根源在你自己 因为生气是你不够包容 郁闷因为你心里不够阳光 烦恼的人因为你心里不够智慧 悲伤的人是因为你不够坚强 称恨的人是因为你不够慈悲 所以人间的种种烦恼都在自己身上 我们每一次的烦恼出现 台长告诉你们 你们好好记住这句话 当我们每一次人间烦恼的出现 都是给我们寻找自己缺点的机会啊 现代人 现代人 疑心病特别重 总以为别人在算计自己 怀疑会让自己生气 有时候还会做出不如理不如法的行为 一个小笑话 说的是有一个大妈早上去广场散步 看到有一个老头拿着海绵笔在地上写了大的字 他忍不住凑上前去看 这个老头眼睛看了大妈一眼 提笔写了一个滚字 大妈心想 看一下至于让我滚吗 老头又看了大妈一下 又写了一个滚字 大妈再也忍不住了 上去一脚就把老头踢倒在地 警察来了问 什么回事啊 这个老头委屈的说 警察 我就想写一句 滚滚长江东是水 我刚写了两个字 就被这个神经病给踢倒了 只有学佛才会有人辱心 只有学佛懂得这个世界上一切无常的真谛 好好修心才能成为一个解脱自我 放下执着的开悟人 那 那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